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陈博伟 带您关心新北市淡水北海岸重要消息 三只潜水湾在这个月17号晚上 62岁的江姓老翁在进行饭王捕鱼时不慎落海 而当时消防队第三救灾大队全力搜救 而经过了10天 原本已经停止了搜救 但家属透过法师感应有了新的方向 在议员郑大力香与消防队的帮助之下 今天下午又重回现场 希望能够顺利找到这一名失踪的江姓老翁 发生在这个月的17号晚上 一名住在三只区新庄子62岁的江姓老翁 在三只社寮渝港附近的海岸 进行饭王捕鱼时不慎落海 而当时消防队第三救难大队也出动了直升机 船艇还有许多人力 经过三天的搜寻还是没有下落 甚至还折损一名水上救生协会的救生员 而对于失踪老翁家属还是不放弃 经过了10天原本已经停止搜救 在议员珍娜丽湘与消防队的帮助之下 今天下午又重回现场 希望能够找到这一名江姓老翁 那昨天听他们家属的一个陈述 说他们感应到在这里的某个点 某个角落里 可能江一望先生就在那边 那我就拜托我们消防局我们的局长 那联络比较资深 比较有经验的那个潜水的人员 来这边再搜查一次 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希望 一丝丝的希望 我们仍然不会放弃 非常感谢正在立乡议员的鼎力帮忙 然后协调这个消防局 来做我们这次有一丝丝的 这个希望的时候 那我也是非常感谢议员跟消防局这边 还有所有的搜救人员 对 那希望这一次的机会 然后来做这个 让我们叔叔能赶快这个尽快回来 家属表示虽然生存机率已经非常小 但是不管如何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一名江姓老翁 由于日前家属有请到法师来感应 疑似还在原本失踪点附近的海底 因此今天下午趁着农历15号大退潮 由护卫消防分队30年经验的潜水长 来进行下潜搜寻 因为现在是退潮 那退潮里面那个礁石会浮出来 那我们针对他失踪的地点 从他失踪地点的右侧 这边那一个礁石一个礁石 那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沟跟缝的 那我们在研判说 那可能是不是人因为这么多天了 是不是会那个卡在缝里面 那就不能上来 小队长表示在经过第一次的清装被浮潜之后 发现底下都是珊瑚礁岩地形 研判有可能是会卡在石头底下 而第二次则是换上了潜水装进行搜寻 一旁家属也都殷切期盼 能够找到这一名将性老翁 而到晚间结稿为止 消防队还没有找到老翁的下落 记者是团义3G采访报道